大家好 欢迎收看Good News 5 在美国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他叫做Sean 他在翻找那个垃圾桶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钱包 不过他不是私吞 而是积极地找寻联络方式 就是要把他还给那个掉钱包的人 那钱包里面虽然说没有现金 不过有非常多张的信用卡 保险卡之类的 那这对于已经无家可归 五年的Sean来说 当他看到钱包的时候 其实是带给他非常大的诱惑 那身边的朋友也都建议他说 可以去刷卡花钱 不过Sean依旧坚持相信 这个钱包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如果他使用的话 就是偷东西 因此他不仅没有用 而且还想尽了办法 果然找到了这一位施主 就是一位奶奶哦 并且也还给了他 奶奶收到之后啊 就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激动 那这位帅的举动呢 不仅让奶奶很开心 那更给奶奶刚满12岁的孙女 Makila很深的影响哦 因为在Makila 12岁的生日的时候啊 原本就有一个期待 就是他不想收到礼物 想收现金来捐助给有需要的人 不过他收集到了资金之后呢 一直苦于不知道该怎么做 该捐给谁 没有想到奶奶的钱包事件就发生了 那很明显呢 就是上帝在回应Makila 所以他就花了一点时间 找到了这一位无家可归的Sean 把收集到的100元美金 亲手交给他 那Sean也很感动地说 他真的非常的幸运 那这也很符合我们圣经所说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哦 好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记得要帮我们先订阅 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哦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瑞士的观光景点哦 它叫做冰川3000呢 最近也首度开放了一个称作冰教堂的天然冰洞 那洞底有5公尺的厚厚冰层 而且透出那个微微的神秘光芒哦 那许多游客其实都大赞说 好像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美丽 那天然洞穴的形成原理跟红溪现象有关哦 每年的春夏两季融化的雪水 就会充满整个洞穴 形成一个湖泊 那没有融化的冰块呢 就会阻碍雪水的排出 到了秋天呢 堵塞物也差不多都消失啊 水就得以流出洞穴 而形成冰苦哦 自己大家应该都知道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对于许多的产业都造成了冲击 那其实在国外 餐饮业的营业额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哦 那在美国就有几乎六成的餐馆都倒闭了 那去年底开始啊 美国其实就掀起了一股大笔小费的风潮 想要来帮助各行各业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哦 那在美国的Tolidor就有一个餐厅的老板啊 向媒体说 有一位客人在用完餐后啊 就给出了美金五千六百元的小费哦 大约十六万台币 说是要给他们所有的员工可以买礼物 好过一个年哦 那这样的举动呢 真的给从业人员很大的鼓励哦 那另外像是老牌的基督徒隐心 汤姆·萨克利就受到了警网几千分钟 饰演他儿子的 Werber给出的大额小费的启发 暖心的也在用餐后 留下了一份2020美元的小费哦 将近六万的台币 也留下了祝福的话语 欢迎来到Good小学堂哦 那下面哪一个国家 是不用另外给小费的 A葡萄牙 B意大利 C泰国 答案是B意大利哦 那其实在意大利啊 小费已经列入了状态之中 所以你不用额外给小费 而且如果你有时候 还真的额外给了小费啊 可能会被服务生误认为说 你歧视他或瞧不起他哦 好那最近在网络上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人啊 就po上了多人多国跨国 线上合唱哦 不过大多都是外国人的身影 那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啊 是由华人所完成的哦 因为奥斯汀的台湾基督徒老教会 他召集了奥斯汀的华人教会 还有奥斯汀的磐石教会哦 还有各地的基督徒朋友 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曲哦 那特别就是要在这个疫情 还有天灾人祸的时期 藉由这首音乐把上帝的安慰 还有爱传递给你哦 他们说到这首歌曲 虽然没有顶尖的器材设备 不过靠着神的大能 也一步一步的都完成了 在上年 大家好欢迎来到 Good 好时光哦 今天要祝福大家的经文是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哦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孩子你的神一直都在 祂会陪你度过每一个寒冬哦 MING PAO CANADA